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 现在的时间是11点53分 明天就是母亲节啦 母亲节其实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之一 因为其实我是很疼我妈妈的 就是很疼我的家人 每年到我这个节日啊 不管是我妈妈生日也好 母亲节也好 我都会发信息 然后去跟我妈妈讲母亲节快乐 或者是讲生日快乐 然后写一段祝福语给她 这是每一年的一个惯例来的 然后今年当然也不例外啦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2018年1月27号 也就是我妈妈生日 然后我这个是准准凌晨0点00分 也就是12点 然后祝我妈妈生日快乐 看到吗 那边有写着那个祝福语 然后提醒自己 等一下要准准12点 发信息过去 还有这个是2019年的母亲节 这个我就迟了7分钟 我忘记了我那时在做什么 可能是来不及啊 然后就慢了7分钟 你们看到吗 下面还有另外一个人 那个是我妹妹来的 这个是我们的微信群组 只有我们三个人在里面 就是我 我妈妈和我妹妹 因为我爸爸已经是去世了嘛 所以这个group里面就只有我们 一家三口 今年的祝福有就写 亲爱的妈妈 母亲节快乐 每年一样 祝你青春永住 身体健康 年年18 明天回去和你们吃 OK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跟我妈妈和我妹妹 已经有快两个月多 三个月没有见面了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有那个 管制令嘛 行动管制令 然后我住的这个地方 和我妈妈他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是有隔一个小时的车程 所以如果要从这边回去的话 怕会遇到一些警察 然后是会有一些麻烦这样 所以我就已经有接近三个月 是没有见到他们了 因为现在已经解封了嘛 所以明天我就会开车回家 然后陪他们过母亲节啦 OK各位 12点啦 把这个信息发出去 你看 我传了过后 然后我妹妹也是很准时 她就写 妈妈母亲节快乐 最重要身体健康 然后她带我 很准哦你 OK 所以呢 这个Vlog会是直接连接到 我明天回去 和家人们他们见面 就是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嘛 所以我们明天再见吧 大家早安 今天就是母亲节啦 然后我刚刚也冲好凉 也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多一下子过后 就会回家去见家人啦 现在先来99元 买一些日常用品 回家给妈妈 我给你 我在拍影片 要拍影片嗎? 不要啦 母親節快樂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你又買給我 買什麼 這種東西是不是心靈相通 來 這些東西是會金買的 各位,我媽媽看到我回來 然後有拍影片喔 跑去上面換衣 我看你換了衣嗎? 去上面 去化妝 順便跟你們講一下 這間就是我搬的 新家啦,如果從以前就有 在看我的影片到現在的觀眾,你們就會知道 我以前那間家 是跟這個環境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已經搬家了,那間家我們已經沒有住了 然後這間家 就是雙層的 我帶你們去參觀一下 看一下 開燈一下 哇 黃燈阿,這樣浪漫的咩? 這個晚上很爽 是咩,晚上是怎樣 晚上是這盞燈沒有,這樣黃黃 大家你們還記得嗎? 這一台是以前 我剪接我影片的電腦 就是這個 我那個Youtube Logo還在這邊 還美美 然後我現在已經是用手提電腦來剪片 所以我這家電腦咩,就給我妹妹用 爽嗎?有電腦用了 爽 我想要一架手提電腦 是你賺錢買啊 然後這個是 你很喜歡的 對對對 公仔,為什麼你這樣喜歡它咩? 不懂,就覺得很可愛 有我的照片嗎這邊? 哇,有啊 第一張耶 嗚呦 其他是你的朋友 朋友 還有這個東西,看到嗎各位 這個是第四屆慈善桌球公開賽冠軍 這個是 我們的爸爸以前 他打桌球是很厲害的 然後他時常去比賽都是拿冠軍的 雖然他獎盃 有很多,以前就覺得很 很早點,然後其他獎盃都拿去丟了 我們目前只留下一個就是 比較大個比較好看的一個冠軍獎盃 裡面還有爸爸的東西 裡面是哪裡?上面啊? 對上面 全部都是爸爸電話啊,錢包啊 蛤?怎麼我不知道啊? 對,全部在裡面 對,你自己拿 是嗎?可以看嗎? 可以可以 等一下,放下來 OK,來,秀一下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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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在裡面 這個是我爸爸以前的電話 你們還記得嗎? 以前Nokia的電話就是這樣子的 你看我一個手掌 就握了完了 還有還什麼? 還有這些 這些也是我爸爸的 來生那些 這個是我爸爸的照片 我爸爸以前也是唱歌的 然後他唱歌也是比賽 每次時常也是拿冠軍 所以我爸爸是桌球冠軍 然後歌唱比賽的冠軍 你看他以前跟我現在很像 哈哈哈哈 跟我瘦的時候很像 這爸爸錢包 這個是我爸爸 來,這個上的錢包 還有他每天以前穿的衣服 黃色那件 哇!這個是我們寫的喔? 啊,對對對 裡面還有字耶 裡面還有字耶 可以開來看嗎? 忘記裡面字是什麼了 這個是你的字來的喔 這個是我字耶 這個是以前我寫給爸爸的 寫什麼? 一直沒有我 爸爸,我愛你 你是我最偉大的爸爸 我希望不要也 欸?不要 世界末日 什麼來的? 怎麼我以前寫這樣的字 不是,這是我的字耶 這個你寫的 啊,沒有這個你的 我希望可以心想事成 爸爸你是我和哥哥和媽媽 最偉大的爸爸和老公 從威威 OK,放我進去 來,還有什麼 我爸爸每次以前穿的衣服 這件黃色的 這是我爸爸的衣服 我爸爸以前很常穿這件衣服 然後這個是我爸爸的佛牌啊 那些 哇,我竟然不知道有這樣的東西耶 全部收在裡面 OK 放上去啦 所以 你總是在我的心裡 你總是在我的心裡 OK,現在這一間就是我媽媽的房間 然後這個是我妹妹做的 這個是 兩年前還是去年的 兩年前的母親節還是媽媽生日 前年是兩年前的 忘記了 總之是母親節你做的是不是 我記得那時候她做到半夜三四點 坐五個小時 坐五個小時 然後還要趁我媽媽睡覺的時候 偷偷在客廳做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今年的 今年就不管有沒有物質上的 給媽媽都好 但是心意上 對,所以這個是你其實做的 昨天半夜 這個是你自己畫的啊 母親節快樂的親愛的媽媽 年年十八身體健康 哇 然後這個是我們那個 最猛老師的 手印裡的票 我媽媽黏在這一邊 啊 哇 這個這個 各位這個是 那時候和這個 Jet Cross餅乾合作的時候 他們畫了我的 黏在這個餅乾上面 然後把它封成這樣子 寄給我 過後我媽媽就把它收藏在這一邊 呵呵呵 母親節哩 Cherry 因為她也是幾個月沒有回家了 所以她這一趟也回不到家 因為政府封舟嘛 然後她就叫了 呃 花店的人 寄了一束康耐心 回去給她媽媽 就是這個花啦 請啊 請 母親節啊 你送的花 我 你送的花已經收到了 謝謝 不用送花啦 老闆你的錢啊 你打 你微信跟我講 母親節快樂 我也很高興了 呃 你媽媽拍誰喔 拍誰啊 趕緊嗎 你要花嗎 耶 我們的母親節晚餐 已經送到啦 這個是 麻辣香鍋 以往每一年的母親節咧 我們都是出去外面的店 吃火鍋啊 吃西餐啊 之類的這樣的東西 可是今年 會比較特殊啦 因為我們 不能夠出去外面慶祝嘛 所以就只能夠在家 也算是一個蠻好的體驗 就是第一次這樣子 等一下 吃啊 喝一餐啊 來喔吃喔 不要拍我 OK 現在的時間已經是晚上八點多了啦 然後 也怕我們等一下回去的時候 會有 會有block 會有警察 所以我們就 早一點回來 怕太晚的話 等一下 警察不給我們回去 母親節快樂啊 我快快樂啦 我很快又回來了 很快 等完全解封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方便一點 這是 這是我媽媽買給她的鍋 等一下 煮菜又有新的鍋喔 YES 喝 這個什麼 這個是煮飯的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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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 各位 我們回到家了啦 上一家裡是只剩下我跟Cherry兩個人 因為其他人呢 他們都各自回去幫媽媽慶祝母親節 所以 大家都是一個孝順的孩子 OK 所以今天你們所看到的這個影片就是 今年 2020年 我的 母親節 跟我家人是 怎麼樣度過的 雖然每一年的母親節 都會 去簡單的吃一個晚餐 然後 有時候會送個小禮物給媽媽這樣 可是今年會比較不一樣啦 因為今年 其實是遇到管制期間 然後有很多 有很多店啊 都沒有在做生意 所以 也就 沒有送到禮物 然後也不能夠出去吃晚餐 只能夠叫外賣在家裡 簡單的吃一餐 好 你 這個影片除了 就是想要記錄我的母親節之外 其實我還想要透過這個影片 告訴 全天下的兒子 和女兒 擺善 下為先 孝順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做人的道理 孝順真的是 一定要孝順啊 我想要表達的東西就是一定要孝順 不管你幾壞都好 只要你孝順 你始終還是壞不到哪去 這個是我覺得很有道理的一句話 一些在遠處工作的兒女們啊 如果你們也很難 就是很難 抽時間回家的話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大的藉口 就是 只要有心 只要 你想要見家人 你一定可以抽出那個時間去 陪家人 多陪一點家人 就是 多珍惜於他們相處的那段 那一段時間 就有人回來了 嗨 嗨 你的母親節過得如何 超棒的 你媽媽開心嗎 送了那個鏈給她 看我影片懂 哦 你也有拍影片啊 對 好啦所以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啦 祝全天下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 然後接下來的 那一個 父親節 就不管我的事啊 因為我的父 因為我的父親已經不在了 所以那點麻煩了 OK 各位 拜拜 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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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